有线欢频集团节目 有线升级学堂 轻松再加gym 请来一班升级运动员 陪你做运动 希望大家抗疫之余 都不忘强身健体 这日请来香港羽毛球代表队成员 叶沛妍做嘉宾 他与节目主持 蓝球员苏伊俊 以及课程总监增德诚 一起训练体能 网民看直播说 叶沛妍似乎很轻松 究竟是否这么强 对 网民说你好像很轻松 都不是的 可能因为戴着口罩 看不到我喘气 其实有少少喘气 平时会不会在家做 这些轻粮班的工作 会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现在 都保持着每天都做掌上额 这个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 每天做一百下 才可以完成我今天的一个训练 当然有其他的家插 但是这个项目是永远 这段时间都没停过 由于疫情关系 很多公开比赛都要改期或取消 叶沛妍都感到很无奈 其实我都真的都暂停了一段时间 其实前面就有一个比赛 我有打过的 但是前面之前其实真的没有打过 简单来说是两年内就参加了一个比赛 所以其实未来有什么比赛其实都未知 有很大机会都未有比赛 最大可能可以参加的可能都是亚运会 但是都未知 因为都要看教练安排 那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参加到亚运会 这个是我的未来的目标 这一天山系达人Ruby S都有参与拍摄 他除了提醒大家每次行山前要做足准备 例如了解路线和留意天气之外 最重要是避免一个人上山 当然体能也很关键 所以他为了行山人士的需要 与苏伊晋设计了不少训练动作 是呀 是呀 我刚才做的时候 大腿扯着其实真的很帮助我们 因为我有时上山看到人都会 他在山上抽筋了 在山上抽筋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是呀 而且做多些肌力训练 练习的平衡 脚会没有那么容易拗柴 就是你上山拗柴 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就是没有人抬到你下山 所以安全至上 就是我们尽量避免受伤 那样东西 是呀